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另外要学什么 独立性 然后呢 再学这个加法律 还有那个惩罚律 那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这些 在学些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条件几率 那条件几率的话呢 其实你看这个专文的意思就大概知道 就是在某一个条件发生之下 我要求另外一个的什么 另外一个事件会发生的几率 这个就叫做条件几率 因为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通常呢 这个某一个事件发生几率会受到 其他事件有没有发生所影响 所以呢 就是就为什么要求这个条件几率 好 那条件几率的话 我们的符号 好 我们的符号呢 是写一个大P 大P就是几率 然后后面刮虎A 然后一条直线 后面再写一个B 好 那这个怎么念呢 就是 A given B的几率 好 我们就念做A given 我要求A given B的几率 也就是我要求呢 已经知道事件B发生的条件之下 事件A会发生的几率 好 叫做条件几率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条件几率的那个符号 好 那条件几率怎么算呢 好 那你就先看我们这个右边这个 好 这个图 好 这个图的话 左边那个圈圈是A 右边那个圈圈是B 好 那现在说已经知道事件B发生了 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右边这个 好 右边这个B这个圈圈里面 然后求A会发生的几率 那在右边这个B这个圈圈里面 A呢 只有这个黄色的部分嘛 好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 黄色的部分除上红色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已经在这个红色的部分里面 然后这个黄色会发生的几率啊 就是黄色的几率除上那个红色的几率 那黄色的几率呢 就是A交集B的几率 那红色的几率呢 就是B的几率 所以呢 A given B的几率就是A交集B的几率除上B的几率 好 那这个就是条件几率它的公式 好 那那个B的几率呢 在分母 好 那在分母可不可以等于0 不行嘛 如果在分母等于0 0分之1就变成无限大 好 所以因为这个B的几率在分母 所以我们后面要限制它呢 一定要大于0 几率呢 不可以等于0 只能大于0 好 那这个就是条件几率的公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它说丢两个公正的骰值 在点数合为6的条件之下 请你求有一个骰值是出现2的几率 所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就是 两个 那两个骰值加起来一定要6 然后呢 我们要求其中有一个骰值是2的几率 好 所以A 事件A代表点数合为6的事件 B 代表其中一个骰值是出现2的事件 那我们的样本空间要怎么写 样本空间你可以就把 就是把那36种情形把它写出来嘛 1 1 1 2 1 3 1 4 1 5 6 1 5 1 6 2 1 2 2 3 2 4 2 一直到6 1 6 2 6 3 6 4 6 5 6 6 你可以把36个都把它列出来 好 那如果你觉得那样太麻烦 你可以像我这样写就写 好 我们的样本空间是x跟y 冒号 x跟y呢 都可以从1到6 好 这样子一个比较 简单的写法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事件A 事件A它说点数合为6 所以x加y等于6 那两个数加来等于6就是1跟5 2跟4 3跟3 4跟2 5跟1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事件A 然后事件B呢 它说其中一个骰值出现2 好 那其中一个骰值出现2呢 当然就是2 1 2 2 3 2 4 2 5 2 6 对不对 然后反过来就6 2 5 2 4 2 3 2 1 2 好 所以这个 其中一个骰值出现2的这个事件呢 里面呢就有什么 里面就有这个 我看 好 里面就有11个元素 有没有 好 那 接下来呢 A交集B A交集B的话呢 就是又在A跟B一样的 就是有2跟4跟4跟2 好 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要求这个 条件几率就是 好 我们要求B Given A的条件几率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那根据我们条件几率公式 就是A交集B除上后面A的几率 那A交集B呢 就有两个元素嘛 所以就是2除以36 然后A呢 A有5个元素就是5除以36 好 那就是把那个36消掉以后 就是5分之2 有没有 好 在这个A的条件之下里面有2的 那只有2个嘛 在这5个里面只有2个有2的 所以就是5分之2 那也就是0.4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条件几率的范例 好 再看第二个范例 他说深深公司有100个员工 按照性别跟教育程度 交叉分类如下表 好 那这个左边呢 是性别 我们有女生跟男生 然后上面呢 是教育程度 就大专跟非大专 两种 那总共100个人 女生 好 女生大专的27个 非大专13个 总共女生40个 男生大专的46人 非大专14人 总共男生有60人 好 那大专的人数 把这个加起来 就73个人 非大专的有27个 那加起来总共是100 好 这种表 我们叫做交叉表 好 我们在前面单元也提过 好 那现在 我们要求下面的这个 几率 他说 在公司有大专程度的员工中 男员工所占的比例 好 他前面讲那句话 就是我们要给的条件 后面呢 就是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要算的几率 好 在有大专 有大专的这个 教育程度的这些员工里面 然后我们要求是男生的几率 好 那就是后面这个 given这个C就是大专 前面就是男生嘛 好 所以就是 M交集C除上后面 这个C的几率 那M交集C就是 男生而且大专程度的人 有几个人 男生而且大专程度46个 除以总共人数100 然后下面呢 分母的部分 就是大专程度的人 大专程度人有73个 除100 好 那这个100 消掉就是什么 73分之46 也就是呢 在这个73个 大专程度人里面 男生呢 占46个 所以就是 73分之46 好 那这个是 第一个题目 第二题 反过来 他说在 男员工里面 有大专程度 所占的比例 好 那就是 把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条件呢 交换一下 已经知道他是男生 请你求他 有大专程度的比例 好 所以就是 C given M 那就是 C交集M 除上M的几率 那M是男生嘛 所以分母的话 就是男生的人数 60除上100 分子就是男生 而且有大专程度 就是46个人 除上100 100消掉以后 就是60分之46 好 所以你也可以 把它想成呢 在男生里面 在这60个里面 有大专程度的 有46人 所以他的比例就是 46除以60 有没有 好 也是可以直接看 也可以用公式来算 好 答案是一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 条件几率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 Independence 好 独立性 好 那这个独立性的话呢 在那个几率里面呢 还蛮重要的 好 它说呢 事件A跟B独立 如果 A given B的几率 等于A 或者是 B given A的几率 等于B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如果A given B的几率 等于A 就是告诉你 事件B发生 不会影响到A 发生的几率啊 那这样A跟B就没关嘛 所以我们就说 A跟B独立 好 这个条件几率 有这个B 跟没有B呢 这个A的几率 都不会变嘛 所以呢 有B跟没B 不会影响到A 好 那A跟B呢 就是独立 好 那 那 那当A跟B独立的话呢 那交集的几率呢 等于各自相乘 各算各的 好 因为独立 就各算各的 好 那这个就是 独立性 所以我们常常用最下面这个 交集 有没有等于各自相乘 来检查A跟B 是否独立 你也可以用这个 上面这个 条件几率 A given B 有没有等于A 来检查独立性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范例 他说我们丢一个公正铜板三次 求三次都是正面的几率 好 那丢一个铜板 正面几率二分之一 丢两个铜板 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丢三个铜板呢 就二分之一 正面就二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再乘以二分之一 就八分之一嘛 对不对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到独立性啊 你说哪有看出来 对不对 因为呢你 第二个铜板 出现正面的几率 会受到第一个铜板 出现正面几率影响吗 不会嘛 好 所以每一个铜板 都是独立的 所以每个铜板呢 出现正面几率 都是二分之一 好 就是 都还是一样 好 那这个就是 独立性的这个范例 好 那另外 我们来看一下 又是那个 生生公司 好 一百个员工 按照性别跟教育程度 交叉分类表 好 他说事件 男员工跟 大专程度 这两个事件 也没有独立 为什么 好 那我们要检查独立 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可以用 如果交集的几率 等于个别相成 那就是有满足独立嘛 好 那我们看看 男生而且大专程度的 交集 有四十六个人 好 四十六除一百 这个是交集的几率 然后男生的几率就是 男生有六十除一百 就是五分之三 然后大专程度的几率 好 C的几率就 大专程度有七十三个人 出一百 就是一百分之七十三 这个是C的几率 那 M交集 C的几率 并不等于 M的几率 乘上 C的几率 左边不等于右边 好 所以呢 男员工跟 大专程度呢 这两个事件呢 不独立 这样会不会 好 我们就利用到 刚才我们讲的 你要检查 有没有独立 就可以检查一下 交集几率 有没有等于 个别相乘 如果左边 等于右边的话呢 A跟B 就是有独立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那个 加法律 好 那 加法律 主要是用来计算呢 两个事件的 连击 的几率 好 就是我们要求 A连击 B的几率 好 那A连击的B的几率 我们看这个 右边这个图 就A 加上B 那你A加B的时候 这个中间 是不是重复加了 所以把这个 交集的部分 把它减掉 所以A连击B 就等于A的几率 加B的几率 减掉交集的几率 那就是这个 A或B 出现的几率 有没有 好 那如果A跟B互次 好 什么叫 互次 互次呢 就是没有交集 好 像这两个 下面这个图 好 这个红色的A 这个圈圈 跟绿色这个B 这个圈圈 两个是没有重叠 没有重叠 就是没有交集 也就是互次 那如果互次的话 那就是代表 交集 没有嘛 没有交集 交集的几率 就是零 交集的几率是零 那A连击B 就是 A加B 就好了 不用减交集 因为交集是零 所以 A连击B的几率 是A加B 减掉交集 那如果A跟B 互次的话 就只要A加B 就可以了 一样 我们看范例 它说呢 28%的美国男子 抽香烟 7% 7% 抽雪茄 5% 两种都有抽 A 百分之多少 美国男子 抽香烟或雪茄 B 百分之多少 美国男子 既不抽香烟 也不抽雪茄 好 好 那这个 香烟的话 我们就用C代表 就是0.28 C的几率0.28 雪茄 Cigar 就是Cigar 那就是 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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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然后两个都抽 就是焦集 焦集就0.05 那现在它说 抽香烟或雪茄 有没有 题目就暗示 你要求 连击 就C连击雪茄 香烟连击雪茄 就是香烟的几率 加上雪茄 减掉 焦集的几率 那 香烟几率0.28 加雪茄 0.07 减掉焦集 0.05 那答案呢 就是这个 斜线面积 就是0 斜线区 就是0.3 也就是 30% 至少抽一种 好 B 既不抽香烟 也不抽雪茄 好 所以是在哪里 这个 浅绿色 斜线部分 至少抽一种 那两个都不抽 是不是在那两个圈圈的外面 有没有 两种都不抽 就在这个 我们这个红圈圈绿 圈圈的外面 那怎么算几率 那就一减掉这个 连击嘛 就是在外面嘛 好 所以一减掉 我们刚刚那个 0.3 答案就是 0.7 也就是 70% 既不抽香烟 也不抽雪茄 这样没有 OK 好 那看完加法律 接着我们看 惩法律 那惩法律是用 刚刚加法律 是来算 连击 那惩法律的话 我们用来算 交集 好 那这个 A交集B的几率呢 你可以写成 A Given A 乘上A 好 那这个怎么来的呢 这个就是从 那个条件几率来的 不知道同学记不记得 好 我们回去看 那个条件几率 有没有 A Given B 等于A交集B 除以B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 分母的B 移过来 所以A交集B 就是什么 A Given B 乘上PB 有没有 好 就是从条件几率公式 所衍生出来的 这个惩法律 好 所以A交集B 就是AGiven B 乘以B 或是BGiven A 乘以A 的几率 好 那这种的话 我们一般就说 用间接法 来算交集的几率 好 直接法呢 直接法就是 A交集B的个数 除以总共的个数 嘛 那如果题目 没有提供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 用这个 间接法 好 那另外 如果A跟B 独立 有没有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A跟B独立 A Given B 就等于A B Given A 等于B 所以呢 所以这个地方 A Given B 就换成A B Given 就换成B 所以呢 A交集B 就等于PA 乘PB 那不是跟我们前面讲的吗 独立的条件 是一样的 交集的几率 等于个别相乘 好 那一般 交集的几率 我们也称为 它的联合几率 好 单独这个A的 或单独B的几率 我们也称为 边际几率 好 那这个只是一些 好 就是 好 配合我们当时候 讲的几率函数 好 交集几率 叫联合几率 那各自的几率 叫边际几率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 这个 惩罚率的这个范例 好 它说有一串 这个圣诞灯泡 好 那这边的话 也打 有个错字 灯泡的泡呢 要加水质旁 那这20个灯泡 是串联的 好 串联的意思就是 其中有一个灯泡 不亮 整串就不亮 好 那 假设每个灯泡 不亮的几率 是0.02 好 那所以会亮的几率 就0.98 好 然后呢 这些灯泡 会不会亮呢 这些小灯泡 会不会亮 是彼此独立的 对不对 好 那求整串 灯泡会亮的几率 那 整串会亮 是不是第一个灯泡要亮 第二个灯泡要亮 到第二十个灯泡 每个灯泡都要亮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是交集嘛 好 第一个亮 第二个亮 一直交集到 第二十个都亮 然后因为这些灯泡 事件的独立 所以交集等于 个别相关 那就第一个会亮的几率 乘到第二个会亮的几率 一直乘乘乘 乘到第二十个会亮的几率 那就0.98 乘以0.98 一直乘乘乘乘 乘到最后还是0.98 一共乘了二十次 所以就是 0.98的二十次方 那就是整串会亮的几率 所以这一题呢 它就用到什么 就用到我们讲的 那个独立性 然后又讲到 我们的那个什么 交集 交集等于 个别相乘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这个 范例 那下面 下一次我们会多讲一些立题 那我们这个单元到这边结束 这边就用到这边的几率